大家好 我是田姨湘 刚才我们参观完那个红糕凉厨房以后呢 我们继续往前走 莫言的旧居看一下 哦 这个是酱菜 对 我看到前面这个颜色 我无法想象是什么 就是咸菜嘎的是吧 咸菜嘎的 哦 咸菜嘎的 这个 别看这个样子 是酱 哦 都是黄豆的酱 看着不好看 可是要当地来人来讲的话 那是特别好吃的东西 这有一些小的卖手工艺品的地方 还有一些小吃 如果是高密的人 在远方听到这个吆喝的声音 会不会觉得很亲切 高密东北乡 看到这里呢 觉得是一个土香土色的一个地方啊 这个小板蛋 这个小板蛋能做吗 这是拿来做的 小孩 小孩做的 这是什么木啊 核桃木吗 檀香木 檀香木 能闻一下吗 这个 这个 谢谢 我就是 越磨越香 嗯 越磨越香 装饰的也可以让小孩做 哦 这好玩的 哦 这还有一些用檀香木做的 这个以前不是老虎 不老虎 雌老虎 哦 雌老虎 对 这是小孩子为他们什么去鞋的 哦 对 哦 已经到了莫延 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移住生活的 旧居哦 这个农村的大缸 我们在做窝落子缸那期节目的时候 曾经介绍过这种缸 别看他这个长得不咋地啊 就是他这个外观不咋地 但是储粮啊 是一 真是一个神器 这院子 现在也没什么东西了啊 过去我相信在这生活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物件 扣出来的坛子 石墨 咱们到室内看看 嗯 它是夯土地 这个地还是夯土的 老灶台 嗯 是用盖链做的大锅盖 我们先去来看一看 啊 这还有一口大锅 哦 你看小窗户 看这个屋顶是草的 草屋顶 老的吧 嗯 对对对 哎 这个碗棍 啊 好老旧 我想小的时候我们家有这样的碗棍 炕 旗子 啊 这种旗子 那个时候普通人家 你看 就是这样的情况 长并不长 长并不长 长啊 嗯 哦 这个他的书桌 床前一张书桌 安静的书桌 这边呢 这个是干啥的 看 这是鞋子的 鞋子台啊 鞋子的 学习的 嗯 哦 这边的屋顶上用布封了一下 哦 这样不掉草 不掉渣 就是旧时候最简单的一个装饰方法 真的是好衣子嘛 不好衣子是活塘保质 对对对 没错 哦 刚才这个大哥说的好 对好日子咱还用花布 否则就是报纸 对 这是黄金 躺着上去 顺便读一下旧人 哈哈哈 我小时候也介绍报纸 是吧 怀旧啊 这个小炕桌 小圆桌 嗯 坐这里 呃 吃个花生米儿 喝俩小酒 高粱酒 高粱红啊 烘高粱酒 没有那一说 没有那一说 哪还落着着喝酒 我吃过了花生米啊 哈哈 那倒是 丢了干子都吃不上 哈哈哈 这是个杂物间 这莫延河 江文 还有那个张艺谋的合影 哦 还有拱笛 哦 拍红高粱时候的 哎呀 这个到齿了 好多跑这来怀旧来了 哈哈哈 这是 我发现 呃 咱们在参观莫延旧居的时候啊 我们碰到了一些游客 感觉到吧 呃 不仅是来看看莫延曾经生活是什么地方 很多人都能到这来找到自己儿时的一些影子 他们有一些也是曾经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看着这些老物件 就觉得挺亲切的 其实我也一样 呃 里面有些东西 虽然咱们说南北方有差异啊 但是很多主要的东西 那个时代用的 比如说灶台 无非高矮不同 那么还有那个餐 就是装餐菌的柜子 还有那个写字台 真是差不多 莫延的作品呢 我很喜欢 我看着她的《丰武肥坟》 还有《谭香心》等等 我感觉到她是一个真的是很接地气的一个作家 她的作品中能反映出来 她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 她对人 对这些农村这个乡土气息的表现啊 就是非常浓郁很深刻 看她的作品以后感觉就是那种很触动人心灵啊 她也是一个很感怒感言的人 好了 莫延的旧居 咱们就参观到这里 我们的视频 在 我们从莫延的旧居走过来 这也就几十米的距离 她上学还路不是很远 还可以啊 感觉离个学校这么近